新的學期又開始了 婚姻關國中、國中修學的校長有九十點禮 今天在關府大禮等級行 由館長李靖雄請主來主席 今年總共有十六位新科校長有三部主席 有四十五間好好校長有調動 館長李靖雄強調 校長是八年需要 尤其是本項主要僅僅僅僅的所在 婚姻的孩子需要外國校校來改變未來 因此僅需要校長和教授館做回來共同努力 婚姻關一般控告年度 校長教授今天在關府大禮等級行 今年總共十六位新科校長 被婚派到關來國地學部 再去進行宣誓就職 婚姻關長李靖雄在地上時表現 做校長不容易要跟小孩要面對家長 當時也要了解未來環境苦勢 尤其學長竟然是一名領導者 關閉到學校政策地學家發展 校長的人格跟意志 代表一個學校的風格和走向 學校教育是多元的展現跟創造 所以在此多元並容的氛圍之中 更是各位能夠創造教育風格的契機 學校能夠創造特色 代表學校能夠產出教育文化 這樣的教育特色將會使 雲林教育多元化的重要指標 今年總共有十六位新科校長 29人調動13人退休 這處被婚派教官 將向興義高修的新科校長 王鑽陶標示 這是這陣 也是陰屋 也很專業給予生一個良好特殊環境 當然這個校長是關義務沒有錯 也是一關條件和整領 未來我的情 我的本領 跟這個學校經濟好伴侶好 讓這個春天 這個議論的春天 由學校出發 望向有教育來實現 因為教育呢 它是百年的大祭 希望每一位教育界的同仁呢 都能夠把我們的重心放在我們的學生 希望讓我們的學生都能夠在一個非常良好的教育環境底下 他們能夠平安快樂地學習跟成長 那雲林縣呢 我們是一個比較落後貧窮的縣份 我希望我們的小孩子呢 都能夠透過教育 能夠有翻轉的機會 今年這十六位 新科校長的大部份都被分配到平衡收好 因為剛才的問題 好好這個節目要在意外 未來可能要不然 學生人數不足這個危機 不過新科校長的強烈持續 不一定可以替婚派帶來新的機會 即將的民間衝不得